如果我多了一張戲票 你會不會陪我一起入場 這段愛情都挺複雜 她又不是我的女朋友 是我的情婦 情婦是最疼愛的 金屎鳥 金屎鳥 是不是 出電影的情書 Casting Take One 我是姜浩文 入行超過30年 我是一個香港演員 我第一次接觸電影 在不知19多年 有一部電影叫做《恭喜發財》 對於我一個新演員來說 相當新 而且給我的感覺是相當淒涼的 為什麼呢? 那時候還是冬天 熬耕、低夜都相當辛苦 那時候還十五、十六 在想自己還能否應付得來呢 有一部電影 我幾乎是簽約的 那時候 後來好像是攝影師不喜歡我 那便飛起了我 我這份人都不太圓滑 很多事情 好像以前我還在電視台裡 那時候 我很怕我演出的時候 那時候有人在旁邊說一些 對我不舒服的事情 甚至乎是導演好、監製好 我會不理他是誰 我會叫他出廠 所以我在電視台裡 我是得罪很多人的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拍車 那對面有位司機 就很大聲地喊過來 就跟我說 死Cat Affair 不會開車的嗎 沒有 那時候我還在說電話 我電話裡的朋友還聽到 還要說 是誰 要不要說得那麼盡 我就跟他說 沒有… 那是Cat Affair 有一段時間 是辛苦到 屋租都沒得交 以前很流行 留夜搬屋 沒有戲拍 就沒得交租 包租婆婆 就鎖你門牙 叫開車佬 開了門之後 就玩聲 沒有閒玩劇 這些時間我也試過 我錯失了 那麼多機會 因為小時候 是有很多演出機會找過我 但是那時候又真是為了生活 你沒有想其他事情 你只想到 那個片酬有多少 如果一個演員 真的對這個片酬這麼重 我覺得是 真是幾失敗 誰都好 你一個電話打來 說下通告 時間地點 我就到了 我是姜浩文 在這段戀愛關係裡 我不會放慢腳步 繼續挑戰不同的角色 我要和電影拆出更多火花 切